高雄市長補選選單倒數的最後一天 民進黨的陳其邁呢 是請來了民進黨的副秘書長林飛凡 從昨天到今天陪同掃接敗票 但當被問到了韓國瑜他昨天晚上在臉書預告 今天晚上呢 將會回來高雄幫李梅貞來站台 陳其邁是表示呢 聽到韓國瑜要回來了 以為今天是6月5號呢 在6月6號呢 市民已經給他一個結果 就是韓國瑜是不市任的市長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韓國瑜又回來了 那6月5號 我以為今天是6月5號 那我想6月6號 市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希望說 有一個新的市長重新來 讓我們高雄能夠大步邁進 相信韓國瑜他一定會 還是會對他過去的一些支持者 有一些號召力 但是當然我也不知道 這個到底對李梅貞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但是我覺得無論如何 韓國瑜再一次的出現 不管他晚上會講什麼樣的話 我相信對台灣人來講 我們都很清楚 從1月的總統大選 到6月份的巴韓投票 台灣人傳達出一個非常強烈 跟清晰的訊息 就是我們不希望 再有一個口惠而食不治的一個市長 而聽非凡也表示呢 韓國瑜回來幫李梅貞 不知道是不是能真的幫上忙 還是反而會催出一些反罷的票出來 這都要等待最後的結果出來才會得知 而李梅政界也是7點40分 就在街口來掃接敗票 在10點半的時候呢 連盛文陪同一起來進行掃接 但他下午是沒有行程的 直到晚上的選前之夜呢 才會在末時代的台湯廣場來舉辦